吃货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这么一道菜 这道菜在夜市摊上面是非常火爆的 那就是摊火烤鱼了 这个来自战斗明知的小伙子竟然想到了这么一个办法 用220伏的电流缠绕着电线接到活鱼的上面 让吃鱼的风法是不是太奇葩了呢 在正式做这个烤鱼实验之前呢 小伙子决定先用点水 视频前的你如果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硬度不够中途疲软 阴京短小虚汗阴囊潮湿 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 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 中药秘方条理对症下药 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 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 纯净水不仅仅变成了乙滩黑水 而且塑料瓶也因为受不了高温的水蒸气 从而导致了破裂 这个小实验的最后是肺磁铁噴射而出的结果 然而这个小伙子想烤鱼的兴致 却没有兴致而消除 甚至还有起了包西瓜根的想法 一大个西瓜被切开 并且还被撒上了大量的盐 插上了电线 结果却跟第一个实验差不多 西瓜红色的果肉最终还是变成了黑色 最后的烤鱼也是惨忍睹 小伙子把烤鱼插上了电夹以后 好像就坐视不管了 任由烤鱼被变得滋滋发出声响 并且躲得老远 不过到了最后 可能小伙子真的看不下去了 直接用手操作在电夹 来来回回地用电夹游走在鱼的身上 鱼皮也被垫得僵了不少 看到这里 小伙子就想问一句 这顿饭还能不能吃了呢